师父说的那些佛陀故事 佛有四件事做不到 师父跟大家讲 2500年佛陀在世的时候 有一个弟子问他 佛陀您圆满无上 就是非常圆满的智慧啊 无上登神登觉 既神通又慈悲 你又有这么大的神通 而且你又是这么慈悲 伟大的佛陀 你为何还有 你告诉我为何还有人受苦 对不对 结果佛陀就跟他说 我虽有法界最大的神通力 法界就是我们说人间最大的神通力 但依然有四件事情是做不到的 第一 因果不可改 你一件事情你骂了别人 你早点晚点被人家骂的 你今天做了坏事 你早点晚点被警察抓起来了 你今天做了一些坏事了 你到时候果来了 你逃都逃不掉 因为自因自果 别人代替不了的 你自己受的因 自己受的果了 第二 智慧不可赐 就是智慧 不是别人赐给你的 所以你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 还觉得自己的智慧不够 佛陀说了 你想开智慧 离不开自身的磨练 要靠自己的努力 消夜开智慧 第三 真法不可说 也就是说宇宙空间 你说这个法到底怎么法 为什么星球会 太阳系银河系会这么运作 为什么相互还不碰撞 为什么地球会有吸引力 为什么万物生长靠太阳 等等一切 这都是真理吧 真正的一个真的法界的东西 不可说 什么意思啊 就是宇宙真相 用语言 那是讲不明白的 只能靠实证啊 实践去验证啊 你到了妈妈这个感情的时候 你就知道妈妈 为什么会受这么多的苦了 为了孩子 当你自己成为母亲的时候 你才知道母亲 为什么这么苦 因为是你的实践 验证了这个真理啊 第四 无缘不能度啊 这个连这么伟大的 这么最有神通的 这个我们佛陀 他都说 无缘不能度啊 无缘之人 这个人跟你没有缘分了 他是听不尽你的话的 所以像这些就是告诉你们 人的因果不可变的 大家听懂了吗 所以无缘不能度 无缘之人 他听不尽你的话 所以你碰到一个人 他已经不能听你话的时候 你只能想 天雨虽大 无论无根之草啊 对不对啊 你说这个天上下雨 下了这么大 但是不是说 每一根草 它都能够让你浇灌的 因为有些草 根本连根都没有啊 水根本倒不了 它的根 它怎么长大啊 佛法无边 难度无缘之人啊 这个人跟我们没有缘分了 我们只能非常难过的 离他而去啊 所以希望你们要做 有缘之人啊 好 今天呢 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学婆 有缘子